張 했던авать 某oter文叫做 kauDe south 我們都知道台灣的新美術運動從日治時期開始 1895年 然後前面的20年 基本上來講的話在殖民政府的體制之下 台灣民眾是從事武裝的抗日 就是武裝的反抗 在1915年希臘安事件 算是一個最後一次大規模的抗日行動 但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對整個台灣的經營也好 整個台灣的民心事蹟來講的話 基本上來講產生蠻大的衝擊 那日本殖民政府其實也開始在思考 就說怎麼樣來管理台灣這一塊話外之地 那所以我們看到就是在1920年 1920年的話基本上來講的話 就是因為1920年代 就是因為石川新一郎 隱世西方的教育 然後讓台灣產生一個 在藝術創作上的一個質辯 那1921年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 1920年的時候 1920年的時候 台灣第一個雕塑加黃土水 得到日本地展的入選 1927年的話台灣第一個西化家陳勝波入選地展 所以那一年的話台灣民眾黨成立 成立的地方就在台中 因為這樣的一個台灣的精英分子開始思考 怎麼樣在殖民體制裡面 去提升自己民族的一個尊嚴 那時候台灣的年輕的鞋子 他們的藝術表現讓日本政府感受到 所以開始有所謂的展覽會的比較日展的地展的模式 就是有關展覽會的舉辦 所以在1927年 就開始了第一屆的台展 辦了十回 那中間的話有停頓到1938年 辦了六回 總共16屆的台服展 那16屆的台服展 基本上來講 展現了台灣年輕藝術家 他們在整個藝術追求上面的一個熱忱跟他的實意 所以日本政府也看到 這個時候的作品 基本上來講的話 有背於過去傳統的一個藝術創作的形式 所以有所謂的灣化這樣的一個 台灣所屬灣字化這樣的一個名稱出現 所以這短短的17年當中 其實對台灣整個藝術創作發展 有非常決定性的影響 那當然 從那個時候沒有學校自私的教育 然後從台北師範 然後甚至後來到了師大 整個台灣的藝術培養的一個體系 就從這樣開始 所以台服展這段時間 雖然在殖民時期 可是真正影響了台灣百年來的一個美術的一個發展 所以今天在這樣的一個時間點 我們來辦理這個活動 那當然剛好也是呼應 就是呼應文化部因為政府有前瞻計畫 所以這是政府第一次用特別預算的方式 有系統來建構台灣美術史的一個發展脈絡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看到很多公司單位的努力 剛剛前不久在北市美術館 那個開幕的那一檔展覽 得到很大的一個讚許 那今天我們在這邊開幕的經典在線 結合了國美館 尤其是台北市立美術館 請朝而出 很多精彩的作品 所以我們跟台中跟台北相比的話 是不妨多讓 所以這個展覽的話 非常非常值得大家來觀賞 我在這裡就借這個機會 再次感謝各位各個單位的參與 然後各個單位的努力 然後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公司立博物館美術館這些機構之外的話 我要特別感謝藝術家的家人 因為要去守護老人家 上一代的這些作品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不簡單 在台灣很多的喜歡藝術 喜歡繪畫的朋友 我想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我們可以把包括國美館也好 這個北美館也好 或者其他人典藏的 我們這些台籍的前輩畫家的話 可以透過這一次的展覽 大家一包眼福 我相信這個是非常難得 1920年代 台灣人決定開始全面性的 透過啟蒙 透過文化藝術相關的這些活動 來對抗當時的殖民統治 文化上我們看到從日本來自於日本跟西洋的脈絡 文學界也全面性的新文學運動的展開 這個是我自己研究的主題 所以在這個架構底下 十次的台展 六次的福展 這十六次的非常關鍵 而且當時記錄了很多台籍的年輕畫家 非常重要的一個作品 跟那個歷史的軌跡 所以我相信透過這一次的展覽 我們應該歷史性的做一些回顧 國美館是我們國家美術的門面 也就是說當全世界的不同的人想要到台灣 來了解台灣的藝術發展的時候 這個地方我稱之為叫做櫥窗 那我們這個櫥窗要跟全世界對話的時候 我們的語言是什麼 我說語言不是講什麼話 而是我們繪畫的語言是什麼 國美館就很重要 所以利用這一次的前瞻的預算 我們好好的把這個台籍的前輩作家 能夠做一次性的系統性的整理或回顧 這個是美術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 那謝謝小老師 他很用心 其實不是這個展很用心 他對台灣美術的發展 事實上各位看過他的作品 看過他的論述就知道 他非常用心投入了他幾乎一輩子的時間 那我想我就用這樣的簡單的一個講話 來祝福這一次的展覽能夠順利成功 能夠讓台灣的美術發展 能夠繼續推進 也謝謝今天到場 包括我的偶像 陳寅輝老師等等很多的前輩畫家 或者家屬都到現場 謝謝你們 那這一次我很感動的是什麼呢 剛才市長跟護院長也講過了 這個最主要是創造了一個工部門管手的合作 即民間美術館、民間基金會 私人長家共同合作辦理的展覽 這種辦展的機制跟合作 讓藝術所的重建更加的有系統及完整 讓參觀者更能看到整體與全貌 這是一種合作辦藝術展覽的典範 期盼以後我們能夠再合作 其能共同來創作多影的局面 工部門影、民間美術館影、基金會影、私人長家影 共同為台灣的藝術經濟打拼 這是我第一個感動的 第二個感動的是 在開箱的時候 我看到非常感動 我們開箱的時候 是開陳陳波基金會的 另外一個是台北市美術館的 我們看到這個作品 你看到它 是生命的韌性 以及筆觸的張力非常強 構圖非常奇特 而且是一生的專注 所以可以看到他們這些作品 有得漂流過海 進行國際交流 而且這些那時代的畫家 都是互相學習 互相成長 相知相形 共同努力 讓我們體驗到 人生遭路 逸圈圈圈 這個最佳的寫照 在我們身上看得到 另外要感謝文化部 大力的支持 重建藝術史的計畫 如果沒有這個計畫 我們相信很多人推不動 那我們希望以後這個部門的經費 也能夠給 那我們來繼續努力 另外一個 要感謝藝術家的後代 把珍藏藝術家的作品 無私的將作品點藏 維修跟借展 甚至大方的捐給相關的管首 所以各位 如果以後要捐 可以捐來國美館 我覺得好好的幫你們保護 好好的把你們花揚光大 最後感謝我們策展顧問 蕭琼瑞 以及我們策展的李明顯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謝謝 那麼經常會有人問我說 最近聽說你們文化方面 拿到很多前瞻計畫 這美術館跟前瞻計畫 有什麼關係啊 我說前瞻嘛 要先回顧 我想今天 我們站在一個歷史的變點上 曾經台灣人 是罵著殺頭的危險 去跟殖民者對抗 歷史過去 留下了文化 今天我們看到 這一些前輩們 包括所有的四輩畫家 用他們的作品 留在這塊土地 變成我們的榮耀 那麼我想 我被掛名顧問 實在是撿到的 首先我要謝謝創駕學會 創駕到底在幹什麼 就是在創駕 創造一個新的價值 所以在多少年前 他們就開始整理台灣的百年美術史 就注意到台福展 就出了一本台福展的圖錄 把它給數位化 我當時還算非常年輕 跟今天差不多 那麼我就受邀寫了一篇文章 我看我們的學組長 學彥寧 我們的前輩 王耀廷等等 都寫了非常好的文章 我實在是找不到 什麼題目可以寫了 我就說 我能不能做一點整理的工作 看到當年這幾千件的作品 還留下幾件 所以我就把所有美術館 以及所有做過展覽的 這些圖錄都找來 然後把它做了一個初步的整理 沒想到多少年後 一魚兩吃啊 這篇文章再用一次 那麼因為在這一個的背後 是一個台福展整個的圖錄的 重運復刻啊 這真是了不起的工作 我想台灣處於一種變動的時代 包括現在都還在變動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主張 我們也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但是我們都一樣的為台灣留下榮光 在展覽的策劃過程當中 蕭老師很客氣 他一直認為說他是撿到的 然後只是掛個顧問 要掛這個顧問不容易 因為這一篇文章其實花了很多心力 把它整理出來 那我這個策展人是撿便宜 根據這樣子來做一個爬梳 然後跟這些長家聯繫把它匯整起來 當然在整個過程裡頭 有碰到一些困難 但是我們還是盡力 在整個收員的過程裡頭 總共有126件 那我們這一次很難得可以展出83件 所以這是一個不容易的事 在整個國內 在台灣前輩美術家 尤其在台服展 這樣的一個作品 把它匯整一起展出 我想這是最多的一次 那當然如果我們來說 這一次的展覽好像沒有主題 那我認為它是一個沒有主題的主題展覽 因為我們將它回到原來 台服展當初舉辦的時候 就是只分東洋化西洋化兩類 那我們今天展出的方式 也是東洋化西洋化各一個展覽室 那我們依著時間續 這個歷史的軸程來走 那我們從首回的台展到第十回 然後服展首回到第六回 分東洋西洋這樣子來做一個呈現 把當時的一個歷史情境 在這個地方把它做一個情境式的氛圍展現 那另外的除了原作展出之外 我們把當時藝術家的這些照片 還有相關的活動圖片 文獻史料在這一次展覽裡面 把它一併展出 那很難得的就是創家協會提供當初原版的圖錄 在這一次我們來把它展出 那國美館這一次做的復刻也一併展出 創架這一套是不能翻閱 只能看到封面 因為很珍貴已經也將近一百年了 那保存到現在它是文獻史料 另外國美館復刻的這個歡迎大家翻閱 在現場有一套完整的 我想這一次的展覽是因為復刻而起 那復刻的意義是把我們已經散失的歷史史料 重新把它圓續 讓整個台灣美術的一個研究 可以藉由這一次的資源整理 讓它更普遍 那我想這是我們從復刻到展覽 做一系列的推展 能夠讓台灣的美術重新思考 我們原來跟世界接軌的這個前輩 他們當時的面貌 那我們現在怎麼樣面對世界的一個美術 然後我們重新思考 現在的美術要怎麼起步 那台灣的美術是否可以再創造另外一次高潮 那我想這是我們這一次展覽的另外一層用意 有關於今天的主題經典在線 剛剛林明賢策展人說的很客氣 他說是沒有主題的主題展 但是我覺得經典在線這件事情呢 關鍵就在於它不只是經典 重點是在線這件事 因為藝術的創作必須透過它實質的身體 當代的概念藝術除外了 透過實質的身體 它必須要清零現場 要跟當代的觀眾 當代的學者 當代的社會 重新交流一次 所以這次這個展覽呢 非常重要的意義 當然另外一件重要的意義呢 就是它的次標題 台福展現存作品展 它要得要現存 不然就只剩下史料文獻裡面 看得到的影像 當然我要講 今天能夠有這個圖錄的在線 或者是復刻製作 或者是原始史料的保存 其實都靠非常多人的努力 那尤其我覺得文化部這幾年 在重現美術史的這件事情上 花了大筆的資金 跟非常龐大的計劃 以至於這些文獻能夠重新出土 那第二個呢 其實我要感謝 非常多的藝術家的家屬們 沒有家屬們呢 其實這些作品 有的時候會散意 有的時候呢 會不了解它的珍貴價值 不能夠重新出土 所以重新出土 除了靠學者以外 真的靠非常愛惜作品的家屬們 那前一陣子大家大概聽說了 北美館接受了洪瑞玲先生 跨海到了加州 非常關鍵 要做傳家寶的一批作品 他交代給他的長子洪軍雄先生 我跟他之間 做了葉洋電話的對話 他非常的感動 他說 對於洪瑞玲先生來講 他沒有辦法想像 這個作品 雖然他的身體 不能夠回到台灣 那個時候 他能夠沒有辦法想像的是 看著加州海邊的落日 想像著他的作品 能夠回到台灣這個家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作為長子的洪軍雄 他也要體驗到父親的遺志 然後他甚至願意割捨 父親畫他的小時候的自畫像 全部都捐給了北美館 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這個家的感覺 其實不是專業的學術上的家 是個鄉土文化上的家 其實也是情感連結的家 第二件事情呢 我就是要特別提到 要不是有這麼多的藝文機構 不停的用各種各樣的方法 重現這些原作 那我想這些原作放在土路裡面 他的真實的生命是不會展現的 對於北美館來講 能夠參與這樣的展出 其實非常非常的光榮 也覺得這是我們的責任 在曾經的年代裡面 沒有藝術學校 只有靠藝術比賽 來去創造藝術家本身的一個 自我的建構過程 還有藝術的交流 在今天台灣這麼的多元 文化這麼的豐富 而我們有很多的人 都努力在這方面的事情 我想美術館的工作 應該更加的重要 那這些事情呢 都是在默默的耕耘 美術史這一塊 能夠希望我們未來的子子孫孫 能夠透過美術館的努力 能夠清責這些藝術家 他們的生命的結晶 我是代表我們畫家的家屬 給大家設施下來 因為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還有很多年來 不知道有這種做法 因為台灣的美術 是在日本的 包括四川軍藝籠等等 來台灣把它培植 那這些前輩畫家 有帶東西來 現在可以做家來建 這是很好的事情 那一個畫作要保存 八九十年七八十年 那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也經過我們這個 國美館的安排 我們要保存 我們畫作也是經過 維護、保養、修復 那能夠站在這裡 給大家看到這些非常好的事情 那台福展 然後再聽聽 但是要看到一些 他們的作品 不太容易 那一九二七到一九十屆 一九三七年 那三八年開始 又有浮轉十六屆 那我是一九三八年生的 所以其實我小時候沒有看過這些畫 到後來有台陽美展等等 才會看過 那最重要是說 這些畫家們 他們有這個創作 現在我一邊 其實這個畫作有一個特色 他們在當時 他們這個藝術家、畫家之間的 這個感情還是交易是非常的好 這也是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演範 不只是這個畫 而是有很好的美意留下來 所以我在這裡只有說簡單的 跟大家說 我們非常感謝所有的 這個辦這次展覽的 各個單位、各個家屬 那我們也感謝我們自己 我們國家有這樣的一個做法 謝謝大家 接下來我僅代表就是郭松年老師 他有 簡短寫了一些致謝詞 那下面是郭老師要跟大家致謝的部分 那首先感謝國美館的盛搖 國美館一向重視前輩畫家 所創作的文化遺產 此番更蒐集了近百年來 散佈在各地各處台服展的珍貴作品 舉辦了這一次經典在線台服展 現存作品特展 堪稱是台灣美術界的一大盛世 那家父的作品在此特展中得以展出 特別是國美館的梁館長 及特展人的林老師 共同開箱 典藏在北美館的星際這幅作品 那他們深深感到無比榮幸 由於疫情及家母 林阿琴女士她近日此事的緣故 我們家族沒有辦法返鄉出席這次的盛會 深表遺憾 在此僅代表家族 之上萬分愜意 那也衷心祝福這次展覽的順利成功 郭松年近尚與美國周近尚萬區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